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从怀孕时候就开始有一个药精 有两个药精的 然后没太重视 现在果然两年之后病倒了 然后我还梦见这个黑乌长现在要来拉我的儿子 就跟之前做的梦一样 然后现在本来菩萨已经开示说108张小房子之后 儿子就没事了 但是由于我老公他现在刚信这个 他不太信 他晚上他自己也激活了 然后有灵性在身上 然后开始大骂 嘴巴里 嘴巴里还胡说 是 是 是 他不是他在说的 我知道不是他 他都变了 声音都不一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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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 然后那个开示都没有了 然后到现在就是 现在就是 梦见就是三个人一家三口都关小黑屋里了 非常危险 然后我今天早晨来法会之前 我有人在我耳边说 我业障比例92% 然后说还有菩萨说 相信菩萨一定能治好你的病 一定要相信 你抱着很大的勇气过来嘛 菩萨总归会救你 但是不一定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一定是老伯伯 老妈妈才会死啊 我告诉你三十几岁 二十几岁 几岁都走的都有啊 不稀奇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 你自己要好之为之啊 你们家这个怪病 我告诉你实际上就是地府给你们划穿了 听得懂吗 你们一家三口 过去在上一辈子同时做过一个坏事 听得懂吗 是把人家一个房子烧掉 里边有烧死别人的 现在在你身上 那个不一定是黑无常 就是被你烧死的人 所以颜色脸整个都是黑的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好念经啊 没有办法 你老公再这样下去的话 会比你死得早的 像他这种死法 就是冲出去被车就撞死了 请问师傅 那儿子 现在就是有人来拉我儿子 然后本来就已经化解了 他又开始胡说 现在怎么办 现在又在身上了呀 你当中有没有退转过了吗 就是我老公现在还不太相信他 就他有点胡说八道 因为但不是他说的 是灵性说的 你记住我一句话 不管是灵性 不灵性 他如果绑佛的话 他会最近特别管的严 我知道 我知道 会把他拉走的 当时我都哭了 我说别说了 他根本就拉不住他 一直在胡说 现在我儿子 你现在这样吧 你只能保你了 要么你三个都走 我现在保保你呀 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的 有时候业障太重了 你救不了三个的呀 你自己都救不了 太长 我儿子 我给我儿子怎么念呢 刚念的吧 到关键的时候就是我跟我儿子 老公算了 死了就死了 不是 他那个 他放佛 我得 我已经给他说给他念礼佛了 念一百零八遍 但是感觉今天业障上来了 好像背我身上了 你赶快要讲 跟菩萨讲啊 个人业自己背了 听得懂吗 没办法了 你只能这么讲啊 真的 我不骗你的 否则的话你会被他背死的 你们两个一起走啊 这种血月病怪病的话很快就走掉 现在被人家钉个文字就死掉了 这些全部都有因果的 听懂了吗 先保住你自己 然后慢慢你再念经看看能不能保你先生 明白吗 台长能不能加持一下 给多点时间呢 现在每天只能练六张 一个人两张都不够分呢 他就是平时没有佛有帮你呀 你看他们很多人有什么事情佛有都会相互帮助的 所以平时要懂得出来帮助别人 在没生病之前 你就知道自己 你不知道帮助别人了 对不对啊 就是这样 人要学会帮助别人的呀 人要学会帮助别人的呀 对不对 你看人家多少人帮我念小房子 对不对 师父十几年前就 我要几十年了弘法啊 其实 就是一直对人家好 人家才会对你好 你现在临时生病了 跑出来谁来帮你呀 你要是身体好的时候要帮别人的 你现在这样吧 你现在几岁啊 我看看 你现在几岁 你现在几岁 三十三 师父蛮好了 我现在已经帮你跟菩萨讲了 帮你延了三年了 谢谢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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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三年当中肯定死不掉的 你放心 那个儿子不能有事儿吧 我会好好帮他念的 儿子几几年数什么的 17年数鸡的 几岁啊 他比较麻烦一点 你赶快给他念呢 好吧 念多少 之前 之前黑无常来的时候已经脱梦化解了 说108遍 然后我老公开始胡说八道了 现在又梦见走了 现在 你现在我给你求到六个月 让你儿子好好再补点小房子 好吧 六个月儿子 礼佛也要念 好吧 其实你儿子查不出什么病 但没有的 就是说走就走的这种病 听得懂吗 都是血液病 所以你现在赶紧要给他 我给你要了半年 你就自己这个半年当中 孩子保证没事的 你赶快给他念 小房子大概要念 280张 好 你赶快求求佛友啊 所以平时跟佛友不好 听得懂吗 你们家里实际上 经济条件好 你自己放生也不是太多 赶快去多提放一声吧 好吧 好 我自己念多少遍 我给我自己 小房子是吧 对 我是从怀孕的时候 就梦见 说是一千里二十张 你现在的肠胃也不好啊 现在就回身免疫力都崩溃 对啊 肚子啊 还有腰啊 有关节都不好 念吧 慢慢念吧 我都看到那个人了 那个女的 给你时间了 你好好的自己抓紧了 好吧 你自己抓紧吧 你自己慢慢念吧 我把总数告诉你 你还要三百六十张 我吗 好吧 谢谢 放生大概两千八百条 好的 好了 谢谢师傅 已经算满好了 谢谢师傅 你现在来一次 三年的命 你还要怎么样 谢谢师傅 好好念经了 谢谢师傅 吃全数了没有啊 吃了 什么时候许愿的了 许愿 就刚病倒的时候 后来就是开始真的全信了之后 但是前两天好像有一次鸡蛋好像吃了半个 不是吃鸡蛋 碰到其他混心了 赶快忏悔 好吧 你啊我告诉你你要记住了 你在这个三年当中如果有不努力不努法 他就会把你带走 明白 跟你说啊 你主要也是黑无常 好了 你自己过去有犯邪淫 听懂了吧 听懂了 师傅跟你讲话你都全部要记住了 听懂 这种东西全部给你算账 算总账 不要乱来啊 明白 好了 谢谢师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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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